請otherapy 節奏 準備 conform 從頭一眼會過氣啊 對啊 我們 updates 我頭上沒有冒在過氣兩個錢 還好 我還沒有 還沒有 OK的 你們真的覺得你們... 拜託了 你們真的覺得 你們有一天會過氣啊 一定會啊 那你們有沒有想過 大概可以紅多久 大概在兩年吧 在... 差不多吧 我覺得 就五年合約到差不多 隨時都有可能會變 可是參夥以後可以紅更久吧 會死得比較慘 我覺得參夥可能會很慘吧 對 這種是很冒險的 對 不一定 我覺得很難說 那你們會很怕 過氣的那一天來臨嗎 還好 你們有沒有想過過氣之後 你們的生活會是怎麼樣子 但是走在路上被路人認出來 可是還是可以活下去 就是可以至少不用我壓力 妳以前不是唱歌的嗎 在一起講 對 那你們要轉行做什麼 我要賣早餐 就是做生意 簡單的生意啊 因為我會覺得 真的總有一天會過氣 所以現在就會開始存錢啊 然後會覺得以後 自己要為自己想後路這樣子 然後像我媽本身 牛肉麵煮得還滿好吃 她就一直很想做生意啊 那我就覺得 其實我很喜歡那種 平淡腳踏實地的生活 每天早上都幾點固定起來 去準備你的東西 下午我們就休息這樣 她出新唱片 妳就問人家過期的時候 要做什麼 因為爸爸很大膽的 談論這個話題 我就也就直接問了啊 那Selina有想過嗎 我只想當一個好好的家庭主婦 或者是如果開一間小店 也可以偶偶去咕咕店 我看開小店也會有倒的一天 對 我就想說算了 我沒有話想說算了 開小店這件事就算了 所以妳想要嫁給富豪或什麼的嗎 也不用啊 我現在自己存錢啊 然後等到存供 應該也可以夠我花用了吧 只是跟老公甜蜜的過一次 那Hebe呢 隨波逐流吧 妳講什麼 我想坐一艘船 有一些那種秀啊 是不是工地秀我什麼要找 我就本來宣傳 不跟公司要幾套下來 然後看能去唱幾首就唱幾首 但是我叫妳去接一些那種 比如說比基尼女郎 在那邊跳舞的那種 主持節目妳願意願意 妳有看過嬰兒穿比基尼嗎 不是 就妳當主持人的 主持人嗎 對 然後這是比較色情的節目 如果尺度我覺得OK 應該也OK吧 妳這樣講 就是好心聲 為什麼他們要去做 什麼色情節目 不是 因為真的如果是過氣 然後他又說還願意 在演藝圈打滾 就是接一些有的沒的的啊 我這些問題我都已經想過 或是去讀書或什麼 看人生的記憶啦 因為我覺得人生就是很多緣分 像我們今天當藝人 也是一個很奇怪的緣分 所以我就突然踏進了這個圈子 誰教妳隨波逐流這四個逐漢 我說話 他自己人生的體驗吧 我覺得 一副很最亮的 一副就被淘汰 這什麼事情啊 我們參加那個... 就是殘酷舞台 美少女爭霸戰 那時候是 因為我們公司的選秀 然後就是跟公司 跟這個節目做結合 然後就是要選美少女這樣 那我們三個都有去參加 那時候是全台灣 很多人都有去參加比賽 可是那時候我本來是 只要參加殘酷舞台 結果沒想到剛好那天是 宇宙兩千美少女 宇宙兩千美少女爭霸戰這樣 他們讓妳參加 對 然後大餅還糗過我 他說 這天是選美少女 這個美少男跑來的感覺 是他因為這樣糗過我 但是我就覺得 沒關係 一個經驗 所以妳本來只是想要 參加殘酷舞台就好玩 對... 就沒想到就莫名其妙成為了歌星 沒錯 那上面寫三個燈淘汰是怎樣 因為我是唯一被淘汰的 所以其實我實體是最堅強的 你們不要傻傻的 我被淘汰了還可以進營 對 為什麼 妳就是... 妳的生存力很長 沒有啦 我這個人小時候 就是臉皮厚 然後就是覺得很有自信 然後我覺得 其實這都是一個人生的過程 就算我真的淘汰了 沒有當藝人 那也只是一個回憶啊 沒有關係 我們都是... 妳都是參加在比賽嗎 是Hibbi 是Hibbi喔 那時候比較年輕 有長一些痘痘 對 額頭有輕微的爛掉 沒有... 她怎麼也是三個燈淘汰 沒有 她是現在亮一個燈了 她沒有被淘汰 我被亮四個燈耶 不知道誰按 就如果三個燈的話 就會被淘汰 然後她... 我被淘汰一個燈 這應該還沒結束吧 是哪個很新的人要淘汰妳 妳還真的有記仇啊 可是我覺得別人不狠心 是我自己糟糕啊 因為我是唱這個比賽的時候 然後一首歌 只有給妳唱一遍而已 然後我副歌整個歌詞 全部忘記 只在那邊拿著麥克風搖擺 不淘汰我要淘汰誰 妳還以為妳可要 我進不了歌詞啊 唱不進去 所以說妳當時接到唱片公司 要邀妳去當藝人的時候 妳應該也很震驚對不對 我覺得還滿那個的 因為當初只是選到那個Selina 然後只是說要選一個出唱片 然後我就覺得那找我幹嘛 都已經選到她了 然後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Selina是她們三個當中 最有明星架式的人 所以是妳唯一一個就是很順利 每被淘汰 表現也很好的 可是我沒有... 那天沒有表現很好 我下台還抱著她哭耶 對啊 而且我怕不熟了 因為我... 妳為什麼要抱著她哭 我常做這種事情 我就從那旋轉台出來 然後就轉暈了 然後走不穩 然後就好像跌倒了 然後唱歌好像也忘詞 可是就糊弄過去了 然後好像被亮兩個人燈 我記得 妳們現在有事修了 對啊 然後後來就... 不知道為什麼就選到我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有一個人他表現得 好像就很完美 一個燈都沒有亮 可是那個人 並沒有被公司簽下來 沒有 這社會公平嗎 聽起來CV是一個從敗部當中 選出來的敗部團體 我以為你們給很多少女 無限的希望 對 他們兩個當時 她是我附賽的時候就知道了 因為他們好像有到後台 去拍那種花絮 就用DV拍嘛 然後就是說 你們幾個...美少女啊 你們覺得自己誰可能會入選啊 然後大家一定會 不可能是我... 然後她就...我啊 我會入選 妳說Selina這樣講嗎 不是 就是我 不好意思喔 然後妳當時有沒有在心裡 想說屁咧 對 妳覺得很佩服她的友情 而且她那時候 頭髮短得跟金美玲一樣 切頭啊 而且我那個有 短得離奇 而且她好像穿白色襯衫是不是 對 然後穿那種七分褲 然後是近身的整個人 整個人有點狀況出現 而且她覺得我好像 梳西裝頭還什麼之類的 那妳到底是用什麼頭呢 我只是把她弄濕 弄一點點心而已 說我們西裝頭 我的媽 我如果在身溫暖看到妳的話 我會報警耶 那妳有覺得Selina美嗎 我說後來才看到Selina 然後就覺得 她一定是嬌嬌女 然後因為她去公司試唱啊什麼的 都要媽媽跟妹妹一起陪伴 所以妳朋友會亮亮 一天到晚拿那個扁書 是一直梳頭髮的 她怎麼辦的 而且她在跟你聊天的時候 她都會一直照鏡子 然後照一照到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這樣 然後... 而且妳知道她現在照鏡子 妳看到妳後面是一面玻璃 她跟你講話 然後她不會看著妳的眼 她會看著那個玻璃 然後邊看玻璃 邊跟妳講話 因為她在照鏡 就根本在跟你聊天的同事 也要注意自己的表情 沒錯 我也是這種人耶 妳說一秒都不願意不看自己 妳不想再孤家寡人嗎 我不要了 而且我覺得如果... 所以妳從現在開始要飛蛾撲火 不用到... 就是撲的地步啦 但是... 要稍微飛得勤快一點 可是妳現在人生中 有真的讓妳覺得 有一點想要飛過去的對象嗎 目前真的沒有出現 那... 如果妳看中一個人 結果是... 人家跟你說這傢伙是花心鬼的話 妳還要飛過去嗎 我有飛過耶 飛到一半 然後她就掉頭了 又飛回來嗎 對 就飛飛靠近那個火 就覺得好猛喔 然後就... 掉頭這樣子 所以是秀到她花心的那個東西 怎麼可能可以懸崖樂嗎 就是很理智啊 我也不知道哪根筋 理智那一條筋超大根的 所以如果現場三個男生哪一個是妳 比較偏向的... 類型 偏向 把假的黃大尾也算進去 那妳把真的黃大尾放在哪裡 明明就是真的耶 為什麼要放假的 Yeah I'm here 好 旋轉 跳躍 我閉著眼 趁笑看不見 蔡依林的動感舞曲舞娘 田復甄要如何表現出不同的感覺 月光 放肆在染色的窗邊 轉眼 魔幻所有視線 再一杯 再一杯 那古老神秘很好睡 我想在額頭的貓眼 解開了情點 為愛究竟數千年的空間 轉速說遺忘的愛戀 聽說遺忘的愛戀 聽說遺忘的愛戀 聽說遺忘被吸在我的腰間 讓那些謊言再出現 再回到從前 再回到從前 旋轉 跳躍 時光的沙漏被我踩碎 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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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旋轉旋 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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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真的不錯 陣旋轉 旋轉就飛了 我覺得全部跟這次單獨出很值得 因為要不然他這個歌聲 都被埋沒在SH 我本來不知道妳唱歌是這樣耶 對 其實我真的聽了音樂啊 喜歡的東西真的很多 然後在當SH裡面的Hebe的時候 其實我是很開心的 但是我覺得 就是人生要盡情的發揮 如果有什麼想做的 而且大家都會幫我 公司都很好 願意幫我完成這個夢想 我就想要讓大家聽見 可是妳現在再回去SH 妳會不會覺得很不過癮 就妳的聲音要變得是 可以配合其他兩位團員 因為我覺得那樣子 也是有一些發揮的空間 不一樣 上一次一個人出專輯的時候 妳有說妳很緊張 上節目的時候 對 所以現在這個感覺還在嗎 現在還是 我覺得只要是來康熙 不管是幾次都會很緊張耶 為什麼 我不知道 妳們真的很喜歡妖魔化我們嗎 我們已經不是認識了八年嗎 好緊張的 不知道 可能是我是忠實觀眾吧 期待自己不要讓其他的觀眾失望吧 可是我剛剛講到聖女 這兩個字的時候 有沒有讓妳火大 我突然想說 對耶 我是聖女耶 然後就有點 內心有點小落寞 如果別人說妳是聖女 妳會不會生氣 就比如說記者說 欸 黑比現在就是妳是聖女囉 這句話 有一點被說中 其實會有覺得 但是其實是覺得可惡被說中 可是有警告過另外兩個說 請妳們不要這麼高調的談戀愛嗎 我從來沒有警告過他們 所以他們也沒有很低調吧 可是我問妳 妳現在的心情是覺得 老娘一個人自由自在很舒服 還是妳有很積極的說 希望認識另一半 我是很隨緣的 對 但是我覺得有發現身邊的人都很積極 像最近就是接受一些訪問 然後媒體都會一直問我 就是擇有條件啊等等之類 妳好像很難逃過這一劫 因為妳身邊那兩位就是很 好像一副很篤定的樣子 因為連Ella 我以前一開始認識她 什麼叫做連Ella都 因為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時候 我真的以為她就是小男生型的女生 意思她喜歡女生嗎 對 我以前有懷疑她喜歡女生 結果就連她都已經找到一個 要結婚的對象了 那對象可能回去會把假髮拿掉 再再說一句話 那妳會不會看著綜藝節目 然後再搜尋現在新出來的男生 有哪一個是妳喜歡的 不會耶 因為我不會注意 就是我的目標沒有放在圈內的男生身上 可是偶爾有一兩個蠻帥 比如說現在在電影中出現的新鮮貨色 妳不會覺得還蠻動性的嗎 會覺得樣子看起來蠻動性的吧 新鮮貨色的話 我剛才講完會覺得自己怎麼 真的太不尊重人了 各位新鮮貨色對不起喔 我不是那意思 所以他們兩個的另一半就是 妳絕對不可能會有感覺的人對不對 好像不會吧 妳是不是要有一點像導演那種型的 沒有一定要啦 要有藝術感嗎 如果有的話 會覺得好像比較多東西可以探索吧 跟討論 我知道它要哪一種 探索 對啊 比較多話題可以聊 它要哪一種 才子型嗎 藝術型的 可能有胡渣那種 頭髮潤潤的 測試一下好了 其實我有類似喜歡像小甜切讓那種型的 曾經就覺得那型還不錯 所以今天研究一下 我們幫妳準備的四個男生 可憲可惜的都來自演藝圈 其實沒有真的一定要怎麼樣 真的就隨緣 有時候就是一種感覺 謝謝